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取得學位之前 必須要經過學位的口試 結果蔡英文總統 他所畢業的倫敦政經學院 LSE說並沒有他的口試資料 那這件事情就很奇怪 他到底有沒有論文呢 總統府的回應呢依然非常軟弱 無力而且轉移焦點 他們只能跳針的說 LSE已經認證了蔡同學 就是他們學到的博士 但是現在大家沒有人在質疑 他的學位到底是不是真的 現在大家質疑的是蔡總統到底有沒有論文 還有他取得學位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 而且奇怪的事情不只這樣 包括他的學校三個 圖書館都沒有他的論文 而且他自己在1984年 報給政大的論文題目呢 也跟他後來所公布的 論文題目不一樣 那沒有錯他2019年他是有 把他的論文拿出來公布 而且保存在國家圖書館 可是如果沒有經過口試老師 口試認證的話誰知道那個是不是他的論文 所以非常的奇怪 蔡總統的論文呢奇怪到呢 我覺得已經比錄頂記裡面的42張經 還神秘啊 比42張經還難找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事宜很容易 他就把他的口試老師公布就好了 這沒什麼不能公布的啊 像我自己就先公布 我的台大碩士論文的口試老師 就是彭文正老師啊 你看公布的這麼輕鬆 那蔡總統你的呢 為什麼不能講呢 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頁緣之源之源為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